工信部降空闲的3.4GHz-3.6GHz等频谱资源划分给5GHz,并提高3.3GHz-3.4GHz的利用率,专攻5GHz室内部署使用,以确立了5GHz基础建设以中低频为主的基调。 在5GHz建设初期,利用中低频段保障网络覆盖度和移动性将是首要任务,宏基站需求率先释放,建议关注深度参与5GHz测试和产业发展的设备商和集成商。 中国宽带普及状况报告,显示,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,我国固定宽带家庭用户数累计达到32115.7万户,普及率达到72.5%,已提前三年完成,13.5,规划2020年末70%的目标。 无论是宽带中国战略还是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,都将给光通信行业带来巨大的利好。 独家金股专栏,精选两支宽带中国概念股,供投资者参考。 通与通讯,002792,公司一直以来重视对研发的投入与积累。 5G时代,天线,滤波器及如是高度融合的,公司目前与全球著名的大部分设备商都有深度的研发合作。 目前公司的Massive MIMO相关产品已经交付给相关合作伙伴在试点商用测试,并且在进一步的优化中。 广合通,300-638 公司传统以直销为主进行市场开拓,随着物联网下游应用领域的兴起,公司一方面加大营销队伍的建设,增加国内外的营销网点,增强直销力量,另一方面加大了代理渠道的拓展。 通过产品宣讲,行业展会和新闻媒体等多种方式推广公司新技术和新产品,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